好 理想关心主席长石素梅在今天出席立院 被立委问到GDP为什么预测失准 那么没想到石素梅他是特别提到说 这是在宏达店的身上 因为那么他们市占率紧缩 才会造成这样数字 可是没想到我们看到在下午的时候 宏达店非常罕见提前公布11月份营收 较10月增加3.2% 那么中值的跌市 那么似乎是横达了石素梅 杂13.8亿台币钢铁人出马驻镇 宏达店近五个月终于销售有了回温 最新公布11月份营收达到154.7亿元 月增3.18% 从继1到11月营收1909.7亿元 终于止住跌市 宏达店二号股价 那马上反映来到152.5元 涨幅0.99% 也终止连三跌 只是面对入场小米华为低价围剿 恐怕还是得努力突围 宏达店你的手机很好 但是你的单价比较高 你比较不能够符合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最主流的市场 就是高规低价化 你说NCC是不是为台湾之光 是台湾之光 只是他口中的台湾之光 曾经还是推升台湾出口的动能 如今变得黯淡无光 甚至被主机处点名 变成出口不振的罪人 只是每一次GDP表现不佳 政府只会端出宏达店 出口成长不能只靠科技业 更不能只靠单一公司 政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 难怪经济拼到保二破功 苦的还是叫老百姓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